东北曾有个女独肖,自称东北武则天,54岁的她利用违禁品,包养了十几个精壮男宠,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自己贩卖违禁品不说,居然还拽着自己的女儿一起贩卖违禁品,这对母女被警察抓捕后,女儿企图色诱警察,逃脱牢狱之灾,这位女独肖却说,看守所多好啊跟天堂似的,一个屋住二十多人一点也不孤独,如果没有我女儿我情愿一辈子待在这儿。 而这位东北武毒教母,也是因为女儿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2009年10月,长春市公安局接到了一条重要的举报信息,举报人称本地有个跨省贩卖违禁品的团伙,一直在长春和武汉两地之间往返贩卖违禁品,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因为跨省贩卖违禁品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往往与其他严重犯罪活动有关。 警方接到举报后,立即组织人员展开调查,经过初步侦查,警方把嫌疑人对准了王庆文母女。 据警方了解,这对母女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她们的活动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的贩卖违禁品的网络核心。 同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并将此案上报给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此后,击毒警方兵分两路,一边警方派出经验丰富的警员,对王庆文母女及其同伙,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秘密跟踪和监视。 另一边警方开始调查提供货源的一个叫做王洪亮的男子,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追踪,警方终于将王庆文团伙的行动摸得一清二楚。 2010年3月底,警方再次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王庆文母女计划在4月初,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违禁品交易。 获此消息后,警方立即提前做好了布控,4月10日凌晨,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警员分成多个小组,同时在长春、武汉等多个城市展开抓捕行动,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警方成功一网打尽了整个犯罪团伙,当时警方在抓捕过程中还看到,王庆文正跟几个瘾君子在屋里吸食违禁品,而他身边还有十多名年轻男子正在服侍他。 王庆文集其团伙被捕后,警方在他们身上查获了大量的违禁品和现金,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庆文的犯罪窝点收罗的违禁品,多到都能开一个违禁品展览了。 而王庆文养的各种男虫也啥样的都有,他甚至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谁要是想白皙为禁品,就得陪他睡觉。 王庆文母女被警方抓捕之后,母亲王庆文一脸淡定,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老老实实地跟着警方走了。 可女儿孙家月居然还妄图勾引警方,好让警方放她一条生路。 王庆文母女很快就被送进了看守所,经过警方一番询问后,王庆文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 不过他嘴里却念叨着自己全是为了女儿好,走上贩卖违禁品这条路也一点都不后悔。 王庆文1965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一个贫困农村家庭。 王庆文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女孩一样,父母有着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他们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只有儿子才能为自己养老送中。 那时候,一家有七八个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王家也不例外,王庆文家里上边有哥哥姐姐,下边有弟弟妹妹,所以处在中间位置的他打小就没被重视过。 而王庆文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由于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经济负担重,再加上当时的大环境不好,所以王庆文小时候吃了不少苦。 在那个物质稀缺的年代,王庆文的爸妈忙着挣钱养家,压根儿没心思管他的教育。 不过,王庆文从小就很懂事,他会帮着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那时年纪还小的王庆文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去山上捡柴火,割猪笼草,回到家他还要帮着父母干家务,照看弟弟妹妹。 然而,命运好像老师拿王庆文寻开心。 王庆文十岁那年的一天清晨,他和平常一样去山上砍柴,但是由于刚下过雨,山路十分的滑,而王庆文一不小心便从山坡上滚下去了。 当时王庆文疼得直掉眼泪,压根站不起来,好在同村的人发现了,这才把他送回了家。 可是在那个温宝都没法保障的年代,王庆文的父母压根没钱给他治病,他们只能给王庆文随便包扎一下。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王庆文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两条腿粗细不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每到阴雨天或劳累过度。 王庆文的双腿便会由内而外发出刺痛,疼得他睡不着觉,自此王庆文再也干不了重活,而父母嫌他白吃饭,态度也愈加冷漠与嫌弃,只盼他尽快嫁出去。 打那之后,王庆文经常遭人嘲笑,因而性格变得越发自卑,不爱与人交际了。 王庆文成年之后,在邻居的介绍下,嫁给了隔壁村里的一个姓孙的男人,孙某比王庆文大上十几岁,虽然孙某家境也不好,但胜在为人老时候。 不嫌弃王庆文残疾,反而对他百般呵护,孙某的出现,让王庆文尝到了被爱的感觉。 尽管王庆文婚后日子过得还是清苦,可王庆文却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那个,夫妻二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没过几年,王庆文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夫妇俩给他取名孙家月,正如名字里所体现的那样,他们希望女儿能够无忧无虑地长大。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女儿孙家月十八岁那年,王庆文的丈夫突然患了重病,但是因为家里没钱治病,孙某很快就去世了。 留下王庆文母女俩相互依靠着过日子,丈夫的去世让王庆文遭受重创,还未从丈夫逝去的悲伤中缓和过来。 王庆文又不得不面对今后的生计问题,为了养活自己和女儿,王庆文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可对于一个没有学历,又没有工作经验,还不能干重活的农村妇女而言。 找工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辗转多日在亲戚的介绍下,王庆文找到了一份保洁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不怎么累,但是每天的工作时间却特别长,王庆文只得每天起早贪黑,随着女儿孙家月进入叛逆期,加上一时间接受不了父亲的死。 因而孙家月性情大变,她不仅跟学校,老师对着干,就连母亲的话也完全听不进去了。 王庆文因为工作,也没时间管女儿,渐渐地孙家月结识了一群同样叛逆的狐朋狗友,这群人要么在街上游手好闲,要么在网吧里消磨时间。 而孙家月也开始跟着逃课泡吧,抽烟喝酒,学校发现后多次请家长,要求王庆文严加管教。 好几次王庆文在网吧找到女儿,对她苦口婆心地劝说教导,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但几乎毫无用处。 最后孙家月因多次无视校规,霸凌同学,被学校直接开除学籍,此后孙家月变得更加疯狂堕落。 当时正值社交软件兴起,18岁的孙家月通过网络认识了王洪亮,并在不久后两人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2006年,孙家月与母亲大吵一顿后离家出走,只身一人跑到武汉,寻找她的网恋男友王洪亮,并开启了同居生活。 母女俩南北分隔,关系也有所缓和,毕竟是骨肉血亲,王庆文虽气不过女儿叛逆离家,却也不得不包容谅解。 而想念女儿的王庆文,也只能通过电话聊表对女儿的相思之苦。 王庆文从孙家月纳得知,王洪亮是个富二代,家族产业丰厚,目前正在自主创业,每天夜里母女二人都会视频聊天,分享近期发生的趣事。 然而王庆文却敏锐地发现,屏幕中的女儿越来越奇怪反常。 视频里,孙家月画着厚重的眼妆,涂着烈焰红唇,头顶五彩甲发,然而再重的妆也掩盖不了孙家月身体的虚弱。 王庆文发现孙家月两颊凹陷,越发消瘦,甚至还有几块淤青,并且孙家月时而双目迷离,摆出一副陶醉痴迷的神情。 时而眼神恐慌,身体瑟瑟发抖,在母亲多次逼问下,孙家月这才犹犹豫豫地说实话。 原来王洪亮并非富二代,而是一名贩卖违禁品的人,曾因走私违禁品而被判刑入狱。 出狱后王洪亮仍旧死性不改,重操旧业,王洪亮与孙家月网恋后,用甜言蜜语哄得他离家出走。 为了更好地控制孙家月,王洪亮这才故意让他沾染了违禁品,此后每当孙家月打算逃跑,王洪亮便会对他拳脚相向,或直接用违禁品吊着他,并且每次王洪亮和朋友喝酒回来后,稍有不顺意就会动手打他。 在这种情况下,孙家月也变得越来越憔悴,得知此事后,王庆文急火攻心,又气愤又痛心,连忙飞到武汉,将女儿带回长春,然而回到了长春,问题还是没被解决。 起初王庆文本想将女儿送去借为禁品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每个月需要的钱,并不是他微薄的工资能负担得起的。 渴望为禁品的孙家月,跟疯了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还拿头使劲撞墙,直至头破血流,看着女儿痛苦的样子。 王庆文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想让女儿再接触这种害人的东西,却也不忍心让女儿忍受这样的折磨。 经历一番内心纠结后,王庆文经过多番打听,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贩卖为禁品的人,并从他手中买了一小包为禁品。 见到为禁品的那一刻,孙家月眼睛一亮,瞬间精神起来,吸上第一口后的孙家月立刻恢复了正常,看见女儿一脸舒适,满足的神情。 王庆文竟然也好奇地试了一下,就这么一下,王庆文也踏上了吸食为禁品的这条不归路。 从这之后,母女二人每个月吸食为禁品的量越来越大,很快王庆文掏空了家底,也花光了借来的所有钱。 失去理智的王庆文,甚至还将丈夫唯一留下的房子卖掉换成了为禁品,然而随着耐受性逐渐增强,所需为禁品的量也随之递增,卖房的钱已经不够王庆文购买更多的为禁品了。 走投无路下,王庆文做了一个更加离谱的决定,他想着靠贩卖为禁品,来维持自己对为禁品的渴望。 2008年,王庆文托女儿找到了女儿的前男友王洪亮,二人商量起贩卖为禁品的生意。 最终王庆文以单价48元一片冰毒的价格从王洪亮手里拿货。 王庆文刚开始做此生意的时候特别谨慎,从进货到出货,王庆文都一人承包,从未假手于他人。 每隔一段时间王庆文就会前往武汉找王洪亮拿货,再乘坐大巴回长春售卖。 并且王庆文只在网上跟客户联系,每次交易的量也都比较少。 为了躲避警察,王庆文每次活动都极为隐蔽,只卖给几个固定的熟人。 依靠为禁品交易,王庆文迅速积攒了大量财富。 他开始在长春租了好几处房子,专门用来存放为禁品。 随着王庆文的客户群体不断变大,王庆文手中的货源也越来越丰富,很快王庆文抢占了整个东北地下市场,也因此获得了五毒教母的头衔。 贩卖为禁品生意步入正轨后,王庆文还是会亲自到武汉找王洪亮拿货,并带回长春藏在出租屋中。 不过王庆文不再露面,他把这个送货任务交给了女儿孙佳月,每当有下家找王庆文购买违禁品时,他便让孙佳月先去出租屋中拿货,再让孙佳月把货交给下家。 不过为防警方察觉,王庆文从不多卖违禁品给下家,哪怕是熟客,他也不会打破原则。 为了垄断贩卖为禁品市场,王庆文花钱雇佣打售,成立自己的黑势力团伙,使自己贩卖为禁品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王庆文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为禁品储存和分销基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王庆文也与时俱进学会了借助网络贩卖为禁品,他逐渐在东北以外的湖北、天津等地,构建起了贩卖为禁品网。 每次在进行为禁品交易的时候,王庆文都会派人偷偷将为禁品放在其貌不扬的小出租屋里,而买为禁品的人则会把钱放到他指定的另一个地方。 为禁品的高昂利润令王庆文逐渐迷失自我,他开始过上了奢靡放纵的生活,经常出入高档场所,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此外王庆文不仅自己吸食为禁品,他还经常邀请朋友和客户来家中吸食为禁品。 但是金钱跟违禁品都没让王庆文感到满足,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一个年轻男人因为掏不出违禁品的钱向王庆文提出了肉肠,这让王庆文打开了肉欲的新大门。 此后每当看到外形俊美,身强体壮的男人前来买违禁品,王庆文都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跟着自己只要能把他伺候好,不仅违禁品管购,每个月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零花钱。 就这样王庆文养了一群小情人,而王庆文也开始自称东北武则天,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有人还有钱,对此孙家月不仅没有阻止母亲的这种行为,反而还帮他搜罗各种符合他喜好的男子。 在孙家月看来,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只要能够让母亲过得开心,在家里养一些小白脸也不算什么。 而在这一群小白脸当中,有个23岁名叫白金的男生,是王庆文最喜欢的一个。 白金其实是个富二代,家庭条件很好,也很受父母宠爱,但是中学时期,白金跟着一群狐朋狗友接触了违禁品,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白金父母多次送他去借违禁品的地方,但依然没什么用,最终白金父母绝望放手任凭儿子堕落,从此身无分文的白金只能靠着,向王庆文出卖肉体, 来获取违禁品与衣食住行,常言道人在河边走,怎能不失邪。 2009年,母女俩的罪行还是暴露了,然而即便在被捕之后,王庆文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毫无回忆, 他在审讯中表现得冷静而傲慢,似乎对自己多年来的恶行毫不在意,甚至还狂言道,在监狱待着,正好可以享受享受。 2011年3月1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王庆文一案,被告人因贩卖运输违禁品被判处无期徒刑, 违禁品一旦接触就没有回头路,真爱生命远离违禁品,那么关于这桩案件,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讨论,这里是迷雾调查组,我们下期见。